港島半山發生爆竊案 星期三凌晨5點多 舊山頂道2號一個單位的護主 發現預所的大門被叫開 懷疑有賊人入屋爆竊 連亡報警 警方到場調查 翻查不到電視追緝賊人 經錯步點選後 護主損失大約2萬元港元和40元美金